原标题 刘邦当皇帝后 为何不敢再见父亲 原因太尴尬 说不出口刘邦早年是个混混 在似水亭道亭长 后来一路高歌猛进 竟然成为汉朝开国皇帝 然而 刘邦称为皇帝之后 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 就是不敢再去见自己的父亲了 刘邦的父亲名叫刘之家 一般后人叫他刘太公 早年刘邦无所事事 所以 刘太公经常打骂这个儿子 整日有手好闲不上计 四处吃白食 可见早年的刘邦 没少被父亲责骂 后来刘邦当皇帝后 刘太公自然不会再责骂他 可刘邦为何还是不敢见父亲呢 原来古代都有一个传统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任何人见了皇帝都要下跪的 从《红楼梦》中 贾元春回贾府就能看出来 他当时是皇帝 所以 府中上上下下都要对他行跪拜之礼 包括父母双心 所以 如果刘邦跟父亲见面 刘太公也要想儿子下跪的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 所以 刘邦尽量少跟父亲见面 据 说刘太公身边也有人告诉他 如果自己经常跪拜儿子 会舍了儿子的寿命 于是 刘太公也不愿多见刘邦 但事情总要解决 最终 刘邦想出一般办法 开创了太上皇这一个头衔 太上皇就是皇帝父亲的意思 虽然不是皇帝 但名分却比皇帝要大 刘邦把父亲封为太上皇后 终于避免了肝脏 父子俩见面时 终于不用父亲再下跪了 不过刘邦早年被父亲欺负不少 据说 刘邦平定天下后 也曾给父亲穿过小鞋 刘邦登基为帝 他即封赏了母亲和妻子 还有儿子 可对于父亲的封赏 却迟迟不来 据说过了很久 才封赏刘太公 后来刘邦还对父亲说过一句话 你看我打下的家业怎么样 这很明显是在父亲面前要舞扬了一番 不过刘邦开创了太上皇的头像 总算把父子俩见面的尴尬遮挡住了 这一规定 也被后世许多皇帝使用 皇帝登基之后 父亲还健在的都叫太上皇 有些皇 弟不愿坐了 把位置传给儿子 也就自称太上皇了 从太上皇这个头衔的来源 可见 古人对孝字还是非常推崇的 子女无时无刻都要尽孝 像刘邦这样的流氓也不能免俗 反倒是现在人们对孝字的理解 远远不及古人 就问你一句 你帮父母洗过脚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